這一題其實主要我們希望做出來的結果 我先大概demo一下 其實最後是希望說可以把100、100、200跟合計牌明先做出來 然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最簡單的方法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按個按鈕自動就完成這四個欄位的結果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其實這邊其實是丟公式而已啦 我沒有真的去 去把那個什麼呢VBA這個對應的程式把它寫 其實我們假設啦 你如果把公式做完之後你要變VBA的話其實都相當簡單 另外當然你也可以配合什麼配合那個 就是要定義名稱 定義名稱跟VBA比較好搭配的地方 實際上就是說如果你是定義名稱的話 那公式基本上就不太需要改 為什麼因為他這個名稱前後也沒有就是沒有雙引號 然後呢 直接跟VBA搭配的話 其實是相當的 match的 OK所以有定義名稱配合VBA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很好用的 OK 第二個清楚 那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 如果我想知道呢 歷年 就是101跟102年 到底哪一個號碼的機率 是最高的 那我想要列出前七名 幫我把這個顏色塗個黃色筆色好了 格式化 那假如這樣 12號 他第七名 21號 第2名 有沒有 如果說呢 假如 這邊的 條件 是小於等於7的話 小於等於對 1到7名的話 如果符合這個條件 幫我把他的同一列 的 A郎 OK 也就是說 這個是條件 這個是格式 分別在 E藍是條件 A藍是 輸出結果 那幫我把底色呢 變成黃色的話 這個地方 程式該如何撰寫 那 再來的話 一樣把它格式化清楚啦 也就把這個底色 把它拿掉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最後當然 同學會 就提到就是說 老師格式化雖然方便 但是還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呢 就是呢 我們必須還是需要什麼 自己在用那個捲軸 慢慢往下捲動 才能看得到 但是呢 如果今天希望 我不是要這樣子 這樣好像不方便 我希望呢 乾脆你幫我把排名 小於等於7的 號碼幫我直接帶到這邊來 幫我列出什麼 就是剛剛那些號碼 包含什麼12號 27號 21號等等 幫我列出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按下去 我會希望幫我列一個清單出來的話 那 這個地方 程式 該如何撰寫 最後把這個前期名清除 OK就是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我們假如說 我希望完成 剛剛看到這個部分 的結果 該怎麼做 OK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一部分來看 B欄到E欄 的公式 公式喔 而且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機率部分的話 我如果還 甚至還想要說 顯示的結果 是1萬次出現幾次的話 有沒有 1萬當分母 幾次 當分子的話 這個地方 又該怎麼做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開啟那個 樂透財的重產機率這一題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打開之後的話 那第一個的話 我要算 1號出現的機率 所以條件已經有了 就1號 那 再來的話那個範圍 所以特別注意喔 所以呢如果說 你要算他的機率啦 當然第一個啦 你可以先算 1號出現的次數 再除以什麼呢 除以他在101年 全部的號碼 到底幾個 全部的號碼 所以喔 我如果想要算1號出現的次數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我可以喔 就是用一個前面用過的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在統計裡面 而且非常重要 上禮拜說過 叫做康一幅 OK 那其實他應該是有兩個函數所構 一個是康的 算幾個 幾個 數量 一幅的話是條件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第一個會問你 範圍 範圍跟我講一下 第二個的話是條件 條件是1號 所以其實這個條件就1啦 那範圍在哪裡 範圍在101年 所以喔如果你假設這個範圍 可以點101 然後怎麼樣 選這個範圍之後 一般選7個號碼之後在Ctrl 6向下 當然你也可以用這樣的選 不過我建議啊如果假如說未來你們遇到 你的資料是在跨工作表 的 一個很大的範圍的話 建議 一律呢 先定義名稱吧 不然的話 這很麻煩 為什麼因為將來如果你要 這個 做公式的話 第一個 比較容易長 第二個的話呢 你還要記得要鎖 錢的符號 而且喔有些 記得 如果沒有鎖起來的話 那向下填滿範圍會跑掉 所以呢我建議啦 另外還有跟VBA搭配的話 用那個Range 用一個 這個公式 也會變得比較複雜 所以我建議啊你先怎麼樣先切到101年 把 D2 一直到哪裡呢 到J的什麼呢 J的這個100 按shift鍵 把它定義一個名稱 名稱的話呢叫什麼 乾脆叫 然後 當然記得喔名稱不能 數字開頭 你想說101 這樣對不對 Enter 他跟你講說 必須輸入有沒有有效的 名稱喔 所以記得喔不能用那個 所謂的數字開頭 那不能用數字開頭喔 你可以用那個英文或中文 我們用中文好了 開獎 比如說這個叫開獎101 開獎 101 Enter 這個就開獎101 那指的是什麼 D2到J100 把這個複製一下 Ctrl C 為什麼呢 因為102你也要 所以102人再選D到J Ctrl C的向下 先選7個號碼 然後再Ctrl C的向下 再來定義他的名稱 名稱也許就是叫開獎102好了 Enter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會增加兩個 你可以從公式裡面的名稱管裡面看到 開獎101喔 指的是這個 第一個工作表的D2到J100 那開獎102的話呢 指的是102年的 D2到J105啦 OK 所以關閉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來統計了 首先的話呢 我們算出1號 他 先算他 這個1號開 這個中獎的次數是幾次 那我們可以一樣 插入函數用什麼 統計類裡面的count if 所以底下的話你可以看到 count if出現了 Range的話呢就是 101所以f3 找到開獎101 特別是有 定義名稱的話 請記得 你可以搭配一個快速鍵叫做f3 他就會顯示這個 貼上 名稱 的 對話範圍 當然呢 如果假如說你不會這一招啦 你自己打字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是建議按f3 然後選的比較不會錯 那條件的話就是這個號碼開出來 1號的次數 總共17次 OK按確定 所以呢 也就是說在 這麼多號碼 開獎101 到底多少 應該是 99期乘上 7個號碼 1到6加 特別號 所以等於是 693個號碼 693個號碼 裡面1號是 17 17次喔 按確定 當然呢 17次可是不是我要的 我想要機率啊 那怎麼辦 機率的話呢 就是在 除以 開獎 這個101裡面 全部的號碼 全部號碼其實 你可以插入函數 一樣用統計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叫 Count函數 Count的話呢 就計算範圍中 包含數字的 出生格數目 那指的就是 101年 開出來的號碼是幾個 那同樣的102年 所以呢我們可以 用Count 然後呢F3 幫我算一下開獎101 裡面到底有幾個號碼 693沒錯按確定 那實際上我們 這個應該是 再把它除以這個 除以這個 所以它的機率是 0.0245 3 一堆啦 3102 其實 這個 最後得到 那當然我們其實理論上 這邊 乾脆就直接把公式帶過來 所以這個公式 剛剛把它剪下來 取消 把這個F2 直接就 這樣子就可以了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什麼 Conif 把這個公式 複製貼過來 把衣服拿掉 這樣也可以 打個勾 一樣 那最後呢 最後呢如果我希望顯示的話不是小數點 這麼多位數 而是1萬次出現幾次的話 把1萬當分母 那你可以按右鍵出稱和格式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喔 分母 分母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分數 那這邊的話有什麼16當分母 然後有8當分母 有沒有1萬當分母 看一下 沒有耶 可是我需要有一個是1萬當分母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也蠻簡單的 你可以先選什麼 以100當分母的 然後制定 因為100跟1萬差兩個0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100 補兩個0就好了 按確定 有沒有 1萬次出現 245次 這樣會比較好閱讀 向下填滿 好 那101做完的話 102的話怎麼做 其實蠻簡單的 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切到102就可以了 然後改一下 其實剛剛有開獎101嘛 也有開獎102 所以把開獎101 01改成2就可以了 打個勾 那這個公式 我們如果格式要把它帶過來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選這個格式 常用裡面有個複製格式 然後把這個格式複製貼過來就可以了 有沒有 1萬次 200 1萬次裡面出現206次 向下填滿 OK 那合計的話很簡單的就是把兩個年度加在一起就可以了 等於 這一個 加 這一個 向下填滿 OK 兩年的機率就算 那排名的話當然就是那個合計的結果最高的 那排名的話我們可以用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可以用rank.eq 按確定 R開頭的 rank.eq 按確定 好 它的成績 REF的話呢是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其實當然如果你假設 這個 除了說你可以選D2 Ctrl-shift向下 這是方法一啦 不過這個方法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不能直接向下填滿 一定要怎麼樣 把這個D2的2 加一個錢的符號 把D43的前面加一個 錢的符號 因為如果沒加的話 他底下的數字會自己增加 本來D2跟D43 他變D3到D44 那不對啊 範圍錯了 這就更D4到D45 那就錯了 所以怎麼辦呢 一定要記得把 D2跟D43鎖起來 向下填滿才不會出錯 可是其實這樣好像有一點 不太OK 如果我們將來 假如他 這個地方 把他變一個名稱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就這樣 這個地方範圍 你可以選這個 所以呢我們可以把 合計下方的資料 定義個名稱算了 要怎麼定義 1游標放在D2 Ctrl-shift向下 2的話呢 這邊名稱叫合計 所以請你在定義名稱上面 打個字好了 合計 Enter 那以後的話這個範圍就叫合計 我們這邊的話一樣 插入函數 把這個範圍呢 F3 有沒有合計 就把合計帶過來 按確定 這樣的話向下填滿 就 完成了 主要的話這個地方就是 用定義名稱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101年到 102年合計跟排名完成好了 那公式部分的話大概就是這樣 記得先定義名稱 把 畫面呢再先還給各位一下 號 1 1 1 2 2 4 4